这些我都明白 这些我都明白 可善后工作 不是你出来说两句话 就能解决问题的 得真金白银地赔偿人家 我们公司 从一起步到现在 一直都是亏损 遇到这事 学上加说 那维尼她现在怎么说 维尼现在心里 都是她前妻 她前妻 她前妻叫李林 也是一个中国人 当初她跟维尼两人 感情特别好 后来李林生病了 维尼正好忙生意上的事 李林临终的时候 维尼都没能在身边 所以维尼一直觉得 心里欠李林的 正赶上这两天 是李林的忌日 本来维尼要去美国 给她扫墓的 公司又遇到这事了 那也是真够为难她的 春宏 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 你别太责怪她 尽管跟南极药业的合作 是她的主意 但是我相信她的初衷 一定是好的 你得多谅解她 我知道 我个性太急 她也不像你那么好的脾气 所以没有那么让她 拿着 你这是 你现在要处理善后工作 用得着钱 先拿着吧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都什么时候了 咱俩还你的我的 让你拿着就拿着 别讨论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就算我借你的钱 行了行了 有了一定还给你 我绝不来这儿 我给你写这条 天天 天天不无正义 要我说 你早该把她给轰出去了 你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凯迪哥跟我姐姐 算好过一场呢 而且在我困难的时候 人家还帮过我 再说人家也不像你说的 那么一无是处 这我可没看出来 我看你啊 就是千方百计的 想让我姐赶快跟你爸好 是不是 对 所以呢 你就千方百计的配合 就行了 我配合你没问题啊 但我妈已经大了 今天还把我姐叫回来 狠狠地审了一顿 你 你妈怎么说的 还能说什么呀 让我姐好好地找个 靠谱的男朋友 别给你当什么后妈啊 这就是你妈不对了 你姐跟我当后妈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吗 我跟你说上苏打 你绝对不能跟你妈 站到一边去 你必须立场坚定 态度坚决地 跟我保持高度一致 听见没 谢谢你啊 东方 我过了这个难关 保证还你钱 咱俩之间不说这个 好吗 好吗 以后不管碰到有什么难处 你必须要告诉我 春宏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我女儿的母亲 你不许多小人 那まあ我ココ的 你不许多小人 我记得这段时间 你也不许多了 她不许多了 这段时间 嗯 谢谢啊 走 奶奶啊 爸爸在诊所里今天加个班 对 要晚一点回去 你不要等我 晚了 好 回来了老周 你什么意思都几点了怎么还不睡啊 等你呢呗 等我干嘛呀 你睡你的呀 你这大晚上的干嘛去了 回来这么晚 我 想好了再说啊 我会了个朋友 看了个朋友啊 我认识吗 别那么阴阳怪气的 你想问什么 走吧 怎么了这是 你这身上 什么味啊这是 有味吗 有 一股中药味 什么中药味 中药洗发水的味儿 还是防脱生发的那种 你绕这么大圈子 你就是 你就说我见你妈去的 是这意思吧 我猜对了吧 您还真见我前妈去的 不是 您怎么知道的呀 我是您亲闺女 您想点什么我能不知道吗 那你要知道我也不瞒你了 你妈呢最近是碰到点困难 我是准备帮帮她 你帮助她是你的权利 这我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你得明白 你对她进行的是 什么性质的帮助 经济援助我不反对 但是我不希望是感情援助 她现在是有夫之妇 你对她进行什么安慰啊 什么同情啊 这都不合适 对你也不利 对她现在家庭也不好 你跟苏简刚刚进入正轨 我可不想你跟我前妈 再有什么纠缠不清 你得有你自己的生活 你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 赶紧把苏简转正成我后妈 我可不想你俩的事 有什么节外生枝了 那我还真不瞒你说了 我见你妈 苏简是知道的 她知道啊 知道 她希望我帮帮你妈 你们俩开始背着我私底下见面了 可以呀发展得不错呀 我说什么来着 像苏简这样 长得漂亮为人好 有爱心的姑娘已经不多了 那是 抓紧时间赶紧把她搞定 不要辜负我对你们俩的 殷切期望哦 好 听明白了 明白 我写个页的 是 凯蒂哥 那个 那天的事你别太介意 我真是话赶话就说到那儿了 正赶上我妈又回来 所以才把你给赶出来了 你别生气了 不过我看你现在这住的比在我家好 你看套房 怎么着 你这经济能力又恢复到占钱水平了 你别逗我了行吗 我什么状况你还不清楚啊 那你在这儿住着 艾利她爸在这儿有股份 我这住着不是不花钱吗 这不太像你风格呀 你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等于是 吃软饭了吗 你觉得我黄海迪 会吗 滚 喂 艾利 喂 凯迪哥 今天是我生日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现在说也不迟啊 晚上我是想办一个生日派对 你能来吗 能来能来 好 晚上见啊 好 拜拜 哎 苏剑 袋袋 你前妈那洗发水公司官司输了 赔了我们好多钱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她前男朋友说的 就她自己就得了不少赔偿金 对了 最恶心的是 她居然回去找我妈 一同赔礼道歉 让我妈原谅她 跟她重归于好 然后呢 你妈答应了 我妈当然不能答应了 你看看你妈找的都什么人呢 还说是我前妈把你妈还失恋了 不是那么回事吧 袋袋 我发现你前妈生产的洗发水 不仅能洗头 还有姐姐人性呢 你至于他们心灾乐祸的吗 挺好的 刷吧 好 那我刷了啊 袋吧 请您收一下密码 请您收一下密码 喂 朱医生 今天晚上 不好意思啊 今天晚上我们部门有个活动 下班以后得跟同事一块吃饭 要不我们改天 也没什么大事 今天是爱丽生日 陈家毕竟是领导嘛 我们得帮她庆祝一下 行 那我们改天再约 拜拜 生日快乐 陈妹 艾丽 我祝你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漂亮 谢谢 艾丽 我祝你是永远开心 祝咱们公司的生意 是越来越兴隆 好 艾丽 我祝你早日找到如意郎君 这边好 这边好 谢谢 苏姐 今天我过生日 你怎么也不给我说句祝贺的话呀 我说祝你了 我说两句 艾丽 祝你 艾丽 凯迪哥 你怎么才来呀 生日快乐 凯迪哥 过来 来呀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哈喽 哈喽 大家好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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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艾丽 谢谢凯迪哥 艾丽 这么帅的男生 是你男朋友吧 艾丽 你这不对啊 刚才还祝你早上找到知情爱人的 喝茶 她早就背后没告诉你 你们瞎说什么呢 凯迪哥 坐呀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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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丽 生日快乐 凯迪哥 谢谢 哇塞 哇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凯迪哥 你帮我带上吧 好 好 好漂亮啊 苏姐 漂亮吗 当然漂亮 对啊 那么名贵的手表 也只有你这样身份的人才能戴 对了 刚才不是轮到你给我说喝词了吗 你还没说呢 对呀 苏姐 你还没说话呢 说话 你还没说呢 艾丽 祝你生日快乐 这么简单啊 复杂的他们都说过了 我就不多说了 我敬你 凯迪哥 今天你迟到了 要罚酒 应该的 我自罚三杯 谁让你自罚了 你就意思一下 陪我喝一杯就行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闹意思 帅哥 你来晚了是不是 这个你必须得喝 对 你们说是不是 对啊 有艾丽这么一个大美女 陪你 怎么着得喝焦杯酒是不是 你先喝焦杯 焦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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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动 姐还没画完呢 你不许动 点花 这三更半夜的 没准又是你前妻给你打的 要我说你就别接了 那万一是别人呢 那你别动 我替你看 苏姐 快接快接 别把我后妈给耽误了 不接 别闹了 这我后妈情况不一样 不是不让接 喂 小苏啊 周医生 我有点喝多了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好 那我一会把地址发给你 你到了给我打电话 好嘞 谢谢你周医生 拜拜 拜拜 越过道德的边际 我们走过爱的景区 享受幸福的错觉 不见了快乐的意义 还你得了 别让我后妈等到你了 你早点睡别等我回来啊 你放心 倒是您 别那么着急回来 好好把握机会 争取把你跟苏姐的关系 进一步拉近 你的意思是 急着明天就把她取回来 今儿晚上更好 行行 快点啊 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 终于明白 还人好容易 爱恨小时间 用手温暖我的脸 为我证明我曾真心 爱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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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了 好 我马上下来 拜拜 爱过你 好 来 好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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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快走 要人下来了 大哥 大哥 爱丽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我得先走了 你男朋友 你男朋友 他怕太晚了回去 路上不安全 所以特意来接我 你们慢慢玩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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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蒂哥 咱们接着唱 接着唱 凯蒂哥 凯蒂哥 来 唱出钱 先喝一杯啊 喝一杯 来 好了 凯蒂哥 少喝点吧 没事 你过生日 我开心 来 你天脸 你人只想 我没人牵我 抹了身 抹了痛 时间其中 让我擦上翅膀 飞向远方 不好意思啊 那么晚还要你来接我 你太客气了 想试一桩啊 行ס一套 你我 爱是水滴 爱是夏日 放过青澡的消息 限星 爱是平淡 爱是涌眼 爱是雪透之后 勇敢面对的那张笑脸 周医生 不好意思停下车 谈恋爱嘛 就该这样 女孩跟朋友们聚会喝多了 打个电话 男朋友开车就来接了 这多有面啊 靠谱 靠谱 太靠谱 怎么 遇着烧人了 周医生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我现在有点乱 怎么就乱了呢 你看见那个穿蓝衣服的女的 那是我后妈 是吗 是吗 她怎么跑这儿来了呢 你妈在这儿约个朋友见面 也正常啊 要是别的朋友我就不介意了 对没那男的 那是我们董事长艾丽的爸爸 那这事也是够巧的 周医生 你帮我一忙呗 说 你到他们旁边坐着 帮我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这不合适 这怎么就不合适了 反正我后妈也不认识你 主要是这艾文克 你要说别人也就算了 是他 我必须得知道 他们是什么关系 有好奇心是吧 明白 满足你的好奇心 谢谢 就你喝的最少 来 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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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拿一杯凯迪 来 来 吃 凯迪哥 你喝太多了 我今天开心 我今天特别开心 没事啊 来来来来 好了凯迪哥 真的不能再喝了 凯迪哥 真没事 我真没想到 这苏简居然是苏教授的女儿 你没想到的事多了 你还没想到我 我跟苏教授结婚了呢吧 这事怪我 是我不好 当初 我不该不声不响地 丢下你就走了 这么多年来 真的 我一想起来 心里就难受 我这辈子 恐怕这件事情 是让我最后悔的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那你想听听我什么想法吗 你什么想法 我跟你正想法 我这些年 我一想起我们家闺女苏简 我就特别高兴 看见我儿子苏打 我就特别顺心 我一想起我跟苏教授 这段婚 这辈子我觉得我值了 怎么办 你这鬼东西忘得 一钢二经的 一钢二经 又再说奇异话 你要是把我忘了 那你干吗还来找我呀 怎么样怎么样 搞清楚了 爱丽她爸 是你妈大学时候的男朋友 是 然后呢 什么然后呢 他们今天为什么见面呀 是旧情复燃 准备破定重圆呢 还是仇人相见 讨伐当初救债啊 这我哪知道啊 你都过去听了 怎么不听全了呀 你不是让我打听他们俩 到底什么关系吗 弄明白了 我跟那坐着呀 心里特别不踏实 你鬼鬼祟祟的 贪听人家隐私不好 你这事完成了 你就不让我更着急吗 我跟你说艾文哥 你别想歪了啊 咱们俩在大学那点 风华雪月的事 在我心里头 死得干干净净 我找你有事 那是因为我闺女苏姐 在你们公司 还在那个 艾力的部门工作吗 她们俩之间 家是黄凯迪 你说我闺女 在她情敌的手下工作 能有好吗 你这个你请放心 艾力不是那样的孩子 她不可能 对苏简怎么样的 再说了 咱们俩有了这层关系 那在公司里 我肯定处处都会 照顾着苏简 你看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我女儿的生日 我为了接你 连女儿那儿都不去了 你还让我做到什么份上 你以后你拿你董事长的身份 护着点我闺女 行 但是你别拿咱俩的关系说事啊 我跟你有关系吗 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半抹钱关系都没有 我们俩那场风花雪夜是过去了 老同学的关系都还在了吗 在啊 那不就接了吗 怎么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呢 你怎么这么多年你怎么一变我啊 你别说我 苏简有你这么干吗 真是走到哪儿都不会吃亏 你这是夸我吗 当然是夸你啊 行了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也太戏剧性了 这爱文课不好吗 行 要说的是巧了点 但是你后妈 约她大学时期的男朋友见个面 也正常 我也没说不正常 要我妈真有那个心 我这做闺女的也不能拦着她呀 那倒是 他问题 怎么会是她呢 喝多 夏儿 没喝多了 没喝多了 咱们怎么回来了呢 再喝点再喝点再喝点 再喝点 不喝了 不喝了不喝了 不喝了回来 好 小心啊 苏姐呢 她怎么能走了呢 她咋走了呢 把她救回来 把她回来 把她回来 和她们一起去 她咋回来 她咋回来 快点 她咋回来 她给了她 惊吓 她看起来 好 阿里 你醒了 昨天晚上喝太多了 是啊 懒得懒不住 对不起啊 让你在这儿陪了我一晚上 你睡好吧 没事 你饿了吧 去洗个澡 我们去吃东西吧 好 苏达 妹妹姐 你怎么又干这活啊 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 这种脏活累活你不能干 以后这些活我来干啊 没事姐 这种活我来就行 那可不行 苏达 你这双手可是咱们店的宝贝啊 还得给咱们店的客人设计发型呢 哪能干这么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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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我看看 我看看 不不不不 没事吧 美美姐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再说这些活本来就应该我干 您别对我这么客气 苏达 你还别说 我还真是没看错人 你还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啊 来 你坐下 这么长时间了 美美姐对你好不好 好啊 好啊 美美姐我知道您一直都挺照顾我的 所以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工作干好的 您放心 刚说你有良心你就说这样的话 我就是照顾照顾你啊 不光是照顾 您还把我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 对吧 对吧 苏达 其实我不光帮你 当成家里人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你好 你特别好 所以啊 有的时候我就想 如果咱们两个人 来 走走走走 别别别 苏达你听我说呀 苏达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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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什么姐啊 美美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亲姐 苏姐 亲姐啊 是姐啊 我可不可呢 您是老板娘吧 那个 您这领导当的可真够清明的 都跟员工这么近距离接触 别人一看还以为怎么了呢 不是不是 那个 你不知道 苏达现在是我们这儿 最好的师傅 我刚才正在夸她呢 是吗 那就好 老板娘 我们家有点事 我是来给苏达请假的 请假呀 我得带她回去 苏达 今天是周末 你也知道所有客人 都是冲你来的 你这要是走了 我这怎么办呢 姐 咱家什么事 咱妈有事得回去 妹妹姐 你看我妈有事 这我必须得回去 要不这样 下周呢我不休息了 我把这下补回来 你看行吗 不是 那那那 谢谢你啊老板娘 你真好 再见 不是 苏达 那我怎么办呢 什么什么 你说咱妈哥艾丽她爸是 大学时候的初恋 我这关系太复杂了点 我问你 昨天咱妈是不是回来特别晚 是不是还喝酒了 是听话 销链红噗噗噗的 还哼着哥高兴呢 我当时还问她来着 问她干吗去了 她说 说老同学聚会来着 这就对了 刚见完老情人能不开心吗 不是 你别这么说话 咱妈都不正经是 不是那一 你说 咱爸都去世那么多年了 那既然咱妈 现在找了这艾文克 他们俩会不会 你是说 咱妈要跟她旧情复燃 我就那么想来着 所以我拉你 问问咱妈去 不是 这怎么问呢 待会儿 听我的 说咱妈 没 没 没 刚才没有啊 你呢 你呢 咱爸是不是 没人吗 我那是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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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是我 你呢 听不信 你呢 你感觉 你怎么犯呢 肖红肠 好事呀 妈妈 干吗 肯定是哪 妈 我给您倒杯水喝 不喝 妈 我给您削个苹果吃吧 我有点肚子撑着呢 不吃不吃 妈 我给您吃这腿 不是 爸 妈 我给您买了件衣服 你看看合不合适 这件衣服太花销了吧 这小姑娘穿的呢 我这岁月穿的合适嘛 你天生丽质的 什么衣服不合适 你看 苏大阿师不很好看 好看 真的吗 真的好看 你今儿什么日子呀 我这不生日刚过了吗 在一起嘀嘀咕嘀咕嘀咕 我们俩孝敬孝敬 您什么什么日子 对 孝敬孝敬孝敬 您小多 只能将这些不联系 不是献殷勤 必有所图 什么事 说吧 您真是英明神武 明察秋毫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这是废话 你们是我的孩子 我把你们带大的 我还不明白你们心里想什么 姐 姜是老的辣 人还是老的精 咱们俩要想蒙过咱妈 估计还得修炼了几十年 我看咱们俩也就别绕丸子了 这个 你就直接问吧 就是赶紧问吧 你骂我肯定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妈 那我可问了啊 问了你不许生气啊 磨叽 那个 妈 你昨天晚上 是不是跟我们爱董事长 去喝酒了 就问这个 是啊 我跟爱董事长喝酒去了 那你们 爱文科 是你妈妈我大学所的初恋 你觉得改变的世界是还是永远 我不懂我们还是不是不信一遍 阿玲 来 凯迪哥 我帮你买了一些衣服 先给你放柜子里的啊 一会儿我让酒店的人帮你送去洗 洗完你再穿 谢谢啊 不客气 来 坐 凯迪哥 应职的应聘的事怎么样了 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吗 还没有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到我们公司来吧 有很多事你可以做的 谢谢艾琳 但是 我想继续找 会找到的 那会儿在大学里头 爱文科 才华横溢 年轻 帅气 可是妈妈呢也不差呀 那当年也是班花 按公认的班里头 金童玉女 我们关系刚刚确立不久 她的爸爸妈妈就希望她出国留学 她也不想失去这么一个机会 她又怕告诉我呢 我不让她走 所以她就不辞而别了 从这儿以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在那之后呢 我就跟你们的爸爸走到一起了 这人怎么这样啊 就是 您现在还跟她联系什么呀 那儿子都年轻 她肯定要顺同她父母亲的意见 也不是她的错 我那会儿也是青春年少 在一起就是那种 朦朦朦朦的感觉 我现在想想呢 这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嘛 妈 说真的 我爸都去世那么多年了 现在艾董事长也是单身一人 你们俩要真想发展点什么 我跟苏达一定不会反对的 对对对 妈 其实我们俩的意思就是 想不想您现在还有没有 那个意思 瞎想什么呀 我找艾文克 是因为你姐姐正好在她的公司里工作 我想让她照顾照顾她 你找她 是为了我 何必呢 妈 什么何必呢 你是 你是我闺女 你爸爸既是我的老师 也是艾文克的老师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 我让她照顾你都是应该的 妈 真没那个必要 我是凭我自己的实力跟能力在公司上班 没她的照顾 我一样能工作得很好 你瞧瞧 简直我相信你的能力 可是艾丽为了黄凯迪没少欺负你吗 我怕你吃亏 你真是我亲后妈 真的 爸 你掌握的这条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 苏简的后妈 约会初恋老情人 这事对你跟苏简的感情 那是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啊 听不懂 他们俩约会跟我苏简有什么关系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虽然条件好 人品佳 技术水平高 生殖空间大 可是不管怎么说 你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充其量你只能算是一个成功的二手男士 可是苏简就不一样了 青春靓丽 花药年华 当然 虽然她也有过失败的恋爱经历 可毕竟人家是个未婚女青年 而且 你们俩年龄相差又这么大 这两件事还是扒肝子咋不着啊 看似搭不着 实际上关系密切着呢 你想啊 她自个儿当妈的都黄昏恋了 她有什么理由和借口 拦着自己闺女忘年恋啊 什么乱七八糟 我看你是想了事 把脑子想出问题来了 你要什么时候取了苏简 我什么时候脑子就没问题了